大家好,我是陳樂君 踏入五窮月,早前狀態大勇的中港股市 今日都出現明顯回調 上證指數全日大跌4% 失授了4,300點 除了因為最近公佈的匯豐中國 4月PMI創一年新低 影響投資氣氛之外 股市亦都受到另外兩個消息拖累 首先是內地獻商開始收緊馬錢 另外這個星期來說 內地有不少IPO 大約凍結了2-3萬人民幣的資金 亦令其中一圈已經失明下調 至於調整幅度有多少呢 有機會落到50天線 距離今日的收市價大約有一成本左右 相信短期仍然會向下走 港股今日雖然高開 但受內地股市拖累由升轉跌 下陣內地股市跌幅擴大 更加令到港股一度跌超過500點 恆指失授了2萬8千點的支持位 之後的走勢又會是怎樣呢 我們看回9月RSI來說 已經出現了一個很顯著的頂背池 這個利淡指標 除此以外 其實亦都可以留意一個短期市觀 即是反映整個港股市場的走勢 其實已經出現了一個指數升 而股份跌的情況延續了一段時間 所以亦都告訴大家 有一些是叫做大門托著的指數 而去沽一些股票的情況已經出現了 暫時來說這個短期的升浪已經是 應該是完了 理術上我看過恆生指數 有機會是回報4月9日的上升列口 而最顯著的支持位大約是26,200點 我相信今次的調整也有機會才回落到這個水平 除了以上消息影響中港股市之外 今日長江證券發表的研究報告表示 國家有可能今年第三季度上調證券印花稅 雖然中證監已經是早前表示 傳言是虛假信息 但今日的傳言再升溫 亦都成為了內地股市回調的原因 今集的時間又夠了 下集再見